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开始呢 东北季峰会开始增强 所以水气要变多 感受会比较凉快一些些 好 我们首先带您看到是雷达回播图的部分吧 哪些地方的水气相对会比较多 包括了北北季一带还有基隆北海岸 明天开始一整天都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 甚至在宜兰这边也是有机会飘雨哦 而北台湾的天气明天跟今天差不多 都是晴到多云 多云到晴的一个情况 但告诉大家 其实越靠近整个海边 越靠近山区的地方都还是容易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雨形势 而说到呢 这地面天气图上面一探究竟 说到主要是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天气感受会偏凉一些些 再加上水气要慢慢上来 所以迎风面的东北部地区都会容易出现降雨 而这样的天气会一路到礼拜天 都蛮类似的偶尔会出太阳 但偶尔好像云量又偏多一些些 会飘起一点点的猫猫雨 反而是中南部比较没有感 中部以北地区 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都要特别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到下个礼拜一开始呢 告诉大家的是冷空气要来报道 而气象局预报应该是会是一个 强烈冷气团的一个等级 强烈大陆冷气团 所以高温一口气降了5度左右 不排除会升级 成为寒流 做好心理准备吧 明天的天气 你快来关心吧 明天北台湾跟今天差不多 高温是7到21度 中部地区多云道晴 高温是3到24度 南部的高平地区感受比较舒适一些些 但是出门戴口罩吧 东半部迎封面 在宜兰将有几率80% 外道地区高温是4到20度 到下个礼拜一开始 又有一波冷空气要来报道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的气象单元时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